各位你們好 歡迎大家收看大師出手的節目 我是今集的主持大錦姐 多謝 我會跟大家介紹現在大錦姐行業 究竟入職或未來一個婚禮會做甚麼 讓大家清楚 或許大家會覺得一般大錦姐 就是拿著茶杯、倒茶、遮水 其實作為現代的大錦姐 一點都不簡單 我會先來介紹一下 究竟整個婚禮的流程 我們會有甚麼要做 一般來說 我們整個婚禮的流程 都會先有一個過大禮 過完大禮 很多時候都會搬上架妝 之後第二個流程 就會差不多到安床的時間 安床我們中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 因為希望夫妻和順 百至千孫 除了安床之後 就會一直到大婚前一晚 大婚前一晚 很多新娘子都非常緊張 因為他們會做一個成人禮 成人禮 原來不止其他地方 譬如日本、韓國等會有成人禮 原來我們中國人都有 就是經常大家都會看到 大婚前一晚的上頭儀式 會做一個上頭儀式 做完上頭儀式之後 就去到最精彩的環節 就是我們大婚當日 大婚前一晚會包括迎接新娘 然後有新娘的出門 入門 入門即是指我們會入南家門 做完這些儀式之後 也會有一些敬茶 如果那個家有祖先 我們都會有一些拜祖先的儀式 然後就會去到如果有需要 有些新人他們會選擇 入門之後 吃完下午的稱之為滿堂飯 就會去做一個叫做回門的儀式 以前古時是三朝回門的 但因為現在因應現代人 要快捷、方便的原因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個叫即日回門 但你說這個回門是否一定要即日做 有時我們都會因應時間 或者去酒樓、地點等等 去作出一個決定 如果不做即日回門 可以選擇第二天 或者真正正式跟回傳統三朝回門 其實做完回門的儀式 基本上我們整個分駕流程 就已經齊全了 講到這裡 我也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儀式的流程是過大禮 剛才也講過了 大家也會看到 桌面上會有很多不同的過大禮禮賓 例如中式會用到的糖餅 一些西餅 甚至也會看到一些生果腩 生果寓意生生猛猛 另外大家也會看到一些叫海味 海味寓意什麼呢 這個當然是風衣足食 因為海味通常都是山珍海菜 以前的人如果可以用到這些來過大禮 代表他們家中很風衣足食 另外這個最重要 我們經常會形容這個禮金盒 或者我們行內正式會叫它貼盒 提起禮金盒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應該知道裡面放什麼 一定是放這個禮金大禮士 會放進去 除了放這個禮金之外 另外也會放一些金器 或者一些禮士等等 這是非常之重要 另外大家會看到這裡有兩藍 就是一般我們經常說的椰子籃 裡面會包括有椰子、龍鳳竹、對暖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酒 以前多數都會用一些叫做洋酒 例如板地、威士忌等 而現在近十多年都會流行紅酒 亦都有一個好熱頭 寓意在這個叫做洋運當頭 另外也看到大家這裡有兩批 很有趣的高點 這些是什麼呢 原來整套過大禮禮品裡 有一部分是一些叫做女家的回禮 因為整套過大禮禮品 裡面有一半是要回給男家的 而回給男家的禮品當中 有一部分少許是會由女家這邊回禮 包括一些叫做大發糕、尖堆、鬆糕等 亦都有一些植物性、生果性的物品 例如大吉、蠶子石柳 甚至是一些紫薑、蓮藕等等 亦都會給女婿有三樣的物品 就是我們叫做的女婿褲、銀包、皮帶 都會交給女婿 希望女婿腰前萬貫 褲甲天下等等的傳統意義 所以大家在這張桌上會看到 我們大錦姐其實都會有不同的禮品 我們現在講完過大禮的儀式之後 我們便會到下一部分 便會講其他儀式 剛剛我們便講完過大禮的儀式 過來這邊便會講一講其他儀式的禮品 首先你們見到這個就是嫁妝箱 這些會有一些嫁妝禮品 裡面包括一些衣服 這把大家都應該是很熟悉的 身上出門的紅扇 會有一些金器 一些賀維筋 或者一些叫經果等等 這些都是如意八子千酸 甜甜蜜蜜的意思 除此之外大家亦都會見到這個 這個我們稱之為子孫筒 這個子孫筒是寓意八子千酸 還有一個叫子孫盆 亦都是八子千酸 他們的用意是什麼呢 當然很明顯的是希望 新娘和新郎新人快點可以生小朋友 這些盆是可以讓他們要來洗澡洗臉等等 所以會稱之為子孫筒 或者子孫盆 另外大家都會看到 這裡有一些一體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接下來會說的一個叫上頭儀式 上頭通常都會向著窗 我們稱之為拜當天 而新娘就會躺在窗前面 穿好一套叫紅色的上頭衣 即是現在這套睡衣 這套睡衣我們稱之為上頭衣 新娘會穿著這套上頭衣 坐在窗前面 我們便會幫新娘上頭 這些上頭的物品 除了一般大神的用品之外 還會有一對龍鳳竹 寓意龍鳳情長 另外會有一些上頭的物品 例如有鏡 寓意光明計後 有子孫尺 也有一些金剪刀 針線 以及最重要是上頭要用的兩把 上頭用的鴛鴦梳 相信大家提起上頭 應該會記起上頭的時候 會有三句上頭的金句 第一句是 一梳梳到尾 二梳梳到白髮齊眉 三梳梳到兒酸滿地 但是現在流行 都會再多一句 叫做四梳梳到四條銀筍盡標齊 這四梳梳在新娘的頭上 希望她會得到這些祝福 亦都好像我較早前說 其實這個上頭的儀式 是一個叫成人禮 上頭後 新娘就正式成為一個大人 作為一個成年人 她可以負責照顧家 以前古時的相夫教子 現在現代的女性 甚至可以擔尾頭家 為家做很多不同的工作等等 去照顧家 這就是上頭儀式的重要性 當過完上頭儀式 到第二天大婚的時候 新娘就會穿起一套龍鳳靠 我這裡也準備了一套龍鳳靠 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這一套龍鳳靠 這一套怎樣為之叫龍鳳靠 顧名思義大家會看到 裙靠上面有龍鳳靠 上面這件衣服我們稱之為靠 而下面新娘會穿著一條裙 這條就是龍鳳裙 新娘會穿著整套龍鳳靠 然後在大婚當日 穿好後會等待新郎過來接它出門 我們剛剛說完新娘穿跨 上頭或之前教組說一些 搬架裝等等的禮品 亦都說過一些上頭的金具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 大家看到這裡有茶具 亦都有一條金器 我相信聰明的你們都應該 猜到我應該是說什麼的環節 就是大婚敬茶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對新人尊重一個長輩的儀式 亦都最重要是答謝父母 父母亦都很開心地喝他們這杯茶 因為子女長大了結婚了 喝這杯茶就很開心 尤其是外母 古時有句說話 外母見女婿就口水嘀嘀嘀嘀嘀 女婿和外母的關係 但是這杯茶就反映出 他們將來就可以好好相處 祖姐一個美滿的家庭 首先我們會有一對貴箭 我們中國人對於禮儀來說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孝道也是非常之注重的 所以新人出嫁大婚 新娘出嫁新郎娶老婆仔 在敬茶的時候 我們需要貴父母去偵查 除了父母之外 一些長輩 例如雙方的阿爺阿婆阿公阿婆 甚至一些親戚 例如伯爺阿扣父阿扣母等等 我們都會貴他們去偵查 但至於平輩 可能我們現在是比較現代 我們會採用一個叫做企禮 大家都是站在這裏 敬茶 沒有那麼拘謹 亦都會覺得開心些 在我的工作生涯裏 有時我看到有些長輩都不願貴 他們說我們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都不用貴 其實氣氛都挺好的 都是開心的 亦都有這個茶具 茶具一般來說 都會有一個壺 一個茶盤 再加四個杯 這四個杯 代表對新人和長輩的關係 大家看到這套杯 立即聯想到敬茶有一個很經典的金句 就是喝過媳婦茶 富貴有榮華 其實以前傳統敬茶 真的敬給父母 敬茶後 要是新娘出嫁 要是要送進去洞房 之後將來才會再敬茶給親戚 但我們現代就比較不會這樣做 通常都是一氣苛城這樣做 而大家可能會覺得 大感姐究竟要講多少金句 其實現在一般來講 現代的金句 我們都盡量希望可以押勻 因為這樣會好聽很多 例如就是 茶到口 甜到流 買車又買樓 麻雀好幫手 千萬黃金入戶口 添福又添壽 財神走入你門口 紫紫酸多到舊 黃丁黃財樣樣有 每一句我們都會押勻 亦都會有好意頭 令到整個婚禮裏面 都可以增添歡樂和吉祥如意的氣氛 接下來會跟大家介紹 這個特別的禮品 叫做何維根 何維根是由新娘送給男家的長輩 所有當日有份飲茶的男家長輩 都可以得到這個賀維根 這個賀維根裏面有兩條 每一個長輩 就會有一條 賀維根寓意什麼呢 寓意他們百年好合 永結重生 亦都最重要的是 男家那邊見到新娘 這麼賢良熟得 就會覺得很開心 一路喝茶 不多不少都可能會流少少口水 就可以讓他們要來抹口水 亦都代表可以兩家人甜甜蜜蜜 這是一個挺特別的禮品 除此之外 為何會大家見到一些金器 在針茶儀式裏面 金器是少不免會有的禮品 因為親戚朋友 尤其是父母 他們都會準備一些金器或者禮事 送給新人 而我們都會有金器離不開 譬如是有金鍊 亦都會有一些金具 例如金鍊帶上頸 就很快住山頂 或者是一些金戒指 戴上金戒指很快生過金童子 另外最重要的是農縫隙 與身妙與身孔來後一齊 農縫晴相 甜蜜蜜 金句亦都有一對 夫妻是好的登頂 等等 作為一個大俯就不僅是我們徑查 要談ーい 其實基本上不同的禮品 我們都可以增加金字 令整個婚禮現場喜慶提升 長輩也會送雷士給新人 新人接了之後就會很開心 我們大錦跡也可以幫新人多謝長輩給的雷士 收了這個雷士之後 每天都有喜慶事 每天都有吉祥事 每天都有開心事 長輩聽到之後就會覺得非常開心 這個針茶儀式基本上都會在婚禮裏 一個挺重頭的儀式 整個婚禮流程中 大婚當日是極之重要 我們過了這個針完茶之後 其實婚禮差不多都已經去到尾聲 之後對新人可能下午的 在南家那邊就會吃個下午飯 我們俗稱叫做滿堂飯 吃完下午飯之後 新人都會去補拍婚紗相 拍一些影片 之後就會去到晚宴 其實如果去到晚宴之後 整個中式婚禮流程 就已經完成了99%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會講下一節的流程 我們剛才也講了很多不同的婚嫁禮儀 講到這裏 其實我們都差不多到最後的一個婚嫁禮儀的儀式 就叫做三朝回門 傳統來說 新娘真的是 劫了婚的第三天才會回門 回去探望自己的爸爸媽媽 即是我們所說的新外婦新外母 但是現代來說 因為希望時間關係 就是想快點完成這個流程 所以變成有些新人會選擇 在大婚當日 就已經做了這個叫做回門的儀式 但是也有時候會因應交通方面 或者因為之前他們整個婚嫁流程的時間很緊迫 做不到 其實也可以選擇第二天 或者真的跟傳統的三朝回門去做 都可以的 至於三朝回門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禮品 就是大家看到的現在這一隻金豬 一般我們在酒樓裝一個酒席 其實他們有時候都會送這隻金豬 但是如果你說傳統的金豬 就會是一隻很大隻的 我們稱之為中豬 都長過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張桌子的尺寸 一隻這麼大隻 尤其是如果你說是圍村的婚禮 就一定你不要弄這隻金豬過去 因為他們覺得不夠尊重 一定是那隻很大隻那隻 一隻全隻我們是不會斬開 不會成的 全隻就托過去女家那邊 而這隻豬也都代表 多謝新岸父新岸母 這麼多年來養育了新娘 可以有機會娶到一個好老婆回家 所以就會有這隻叫做迴門的金豬 除了迴門金豬之外 亦都會有水果、寓意生生猛猛 甚至傳統還會有這個叫甘蔗 這個甘蔗為何會這麼有趣 其實有意頭的 因為代表甜甜蜜蜜的意思 因為甘蔗的醬汁炸出來 是半成糖的 即是我們經常吃的一片糖 就會是比較甜甜蜜蜜的意思 亦都會有紅酒一堆 等等各不同的禮品 而有一部份禮品 我們都需要回回去給南家那邊 這隻豬我們會回什麼呢 會回回豬頭、手手腳腳和尾 回回去 寓意對新人的婚姻有頭又有尾 是一個非常好意頭的禮品 其實講到這裡 我們基本上整個中式婚嫁禮儀的流程 就已經禮成了 之後他們就會開開心心 去過他們甜甜蜜蜜的新婚日子 我們祝願每一位新人 希望他們都可以百年好合 永揭童心 百子千孫兒孫滿堂 說到這裡 今天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和大家聊吧 拜拜